这是巴厘岛中间 这个叫做巴度火山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的背后有这些白银衬托 就感觉到它非常漂亮 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前几年火山爆花的时候 所留下来的岩浆 就把地面上的这些花草树木 烧得灼黑 也可以一些看到 它爆发出来的岩浆 也在山坡上留下碳化 所谓碳化就是用木炭去做化 叫做碳化啦 但是 这个碳化是大自然的 是由火山它的岩浆去创作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福也叫做巴度福 就是巴度火山 画面的正中间 这一个村落 在人往生的时候 它就会进行天障 天障的意思 就是人往生了 它的尸体就摆在湖边 任轰吹以灵 那尸体不会花臭 因为旁边有很多神奇的树木 就会把这些味道去吸干净 所以那边的天障 尸体是不会花错的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一座更高的火山 叫做阿贡火山 现在白银覆盖着它 巴黎岛上比较出名的火山 就是这一座阿贡火山 跟画面中间的这个巴度火山 这两座非常出名 那因为这边的海拔 有一千三百多公尺了 这个火山更高 所以住在这里 气候是非常凉爽的 在这边的人 如果搬到平地去居住 它们是不适应的 因为平地太热了